大家好 现在夏季是这个盆栽晚年的生长旺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要给它追肥来促进它枝叶的生长 还有它后期的开花 但是呢 我们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种肥呢是坚决不能够使用的 要不然会影响你的晚年生长 甚至是导致它不开花 甚至枕株 子株死亡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是哪一种肥不能用呢 其实这种肥的话就是尿素 在养盆栽晚年的时候是坚决不能够使用尿素的 那么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尿素的话它是一个高含量素溶性的氮肥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特别容易产生肥害 而盆栽晚年我们也知道它不是特别细肥的植物 特别是像现在呢 它这个花芽分化器开花器 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的话呢 对它的伤害是特别的大的 可能会导致你的花芽因为产生肥害然后直接腐烂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尿素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纯氮肥 那么我们使用了过多的这个氮肥的话呢 就会导致植株的这个营养生长过于旺盛 就会让它一直长根茎 长枝叶 然后导致呢 枝叶土长 但是呢 它的生殖生长就减弱了 甚至是呢 减弱就会导致你的植株的话呢 开花量减少甚至是不会开花 所以我们在养盆栽晚年的时候 大家就坚决不要使用尿素这种塑效的氮肥 我们要用肥的话呢 在它这个逆叶期给它使用上这种比较温和的缓氏肥 然后一次呢 大概用10粒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不要过多 这种缓氏肥的话 我们用这种通用型的淡脸甲比较均衡的就可以了 然后等到它花期的时候 要开始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使用瓶甲肥来促进它化芽分化就可以了 所以呢 养盆栽晚年用肥还是挺讲究的 那么大家在用肥的时候一定要杜绝使用尿素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